下面 望习大师说 问 以问你名列 其得无人 这问得好啊 我们只听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力量 怎么能 得到无神 无神法人 八地菩萨 一下就跟八地平等了 谁相信 这也就是这个金总成为男性之法 我们天天听佛名号啊 我们有没有真的无神呢 没有啊 无神就在面前呢 没离开我们呢 我们着相啊 我们认为他有神有灭 谁知道他不生不灭 有个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每天看电视 电视上的画面不生不灭 他的频率才一秒钟 一百次 现在的电视 彩色电视 一秒钟 一百次的生命 就把我们骗了 我们认为真有 啊 电视是一秒钟一百次 我们现实环境 一秒钟多少次 记住 两千两百四十兆 电视骗我吧 我们还能看穿他 这两千两百四十兆 没有办法看穿 以为它是真的 这一点都不假 其实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那海鲜老皇上跟我说了一句真话 这真话是什么 好好念佛 成佛是真的 奇特 啥都是假的 这一句话是真话 把四十真相说破了 我们不能等于闲逝之人 他说出这一句话 他是真真真的 真真真真德 那根据这个经文 海鲜和尚 八地菩萨 不行吗 他真真真的无神 他走得死在 不生不灭了 这个世界缘分 尽了 他又到他方世界去了 跟他有缘的世界 跟他有缘的世界很多 他又分身化身走了 往昔这个问答得好 文明为什么能 得无神 佛愿愿烈苦 那一愿就是这一愿 佛这一愿兑现了 他不对现他不能成佛 他兑现了 阿弥陀佛 这个愿力加持 你听到佛号就得无神人了 故事读了人 世主论里头 有这一段文 过去无数集 有一段佛 佛号 海德 那海德如来 今现在师父 今现在 先生 在师父 过得成正 他的化身 都实现 八相成道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菩提属下 大彻大悟 临行坚行 那么借从 比法院 文明顶祝福 阿弥陀佛 如来 念了诸节 底下书 上知 冷证 妙心 他力 佛云 佳辟 世文明天 正无神人 定当作福 地下书 切文 不是淡文 便能 起现 这一句话 非常重要 那 切文 不是淡文 淡文 没放在心上 不能起现 切文 有心 有意识 放在心上 既然文 既然文佛名号了 他能行 行 最简单 最方便的 就是念福 文了之后 肯念 真念 海鲜 海鲜老和尚 跟我们 表发了 他听师父的教诲 师父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告诉他 一直念下去 他就念了 九十二年来 比一能 起现 他能称佛 就这四个字 阿弥陀佛